各位朋友親 大家好 我是陳美官 歡迎收看今天二月十三號的訓練新聞 二月九六 大家是歡歡喜喜準備要過年 所有人是躺到過年的這段時間 緊急大洋流通的時針 應到大破的機制 根據訓練官警察局的隊長 在嘉義市区就抓到兩名養本 健康特別是這個環罪集團已經有四十五萬五千塊的雞錢 流進去市民上了 提前我們的民眾拿到一千塊的時針 就會上市來注意看是不是有去拿到雞錢 趕快是一千塊 你怎麼分得出來 都一定是金錢和雞錢 本年官警察局就在這年間在要交的時候 抓到硬著雞錢的環罪集團 兩名嚮喚 晚上在這時 看一條過年在 用錢的機率比較高的時候 然後他用各種管道來去銷售他的圍巢 那我們就長時間的監控埋伏 在等待時期成熟之後 我們就是去搜索票到莊姓嫌犯的主務處去搜索 香港印制雞錢的手法相當講求 原來其中現在香港的男朋友 當時雞錢集團的主権 另外現在共犯 我們今年是家宜市自體中的協會 現任理事長 他們的雞錢工廠 若遭出很多行的發展工廠 當中也讓金空查到 所不高達兩百多萬雞錢 那當場就查獲了兩千六百張的那個偽鈔的成品 那限制大概兩百六十萬 然後還有就是說有 我們有那個查獲油墨 防偽條 印表機啊 電腦等相關掌政務這樣 那全內一妨礙 承治國幣條例 刑法的詐欺 維造國幣最好移送申辦 根據金空堆殺 不只已經堆費十萬塊雞錢 還有大約三十五萬的雞錢 在市民流通 金空也等於繼續扣大請索 雞錢流向 提市民眾也要特別注意 你們以肉眼來看沒有去摸的話 可以看 其實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還是會被騙 軟性嫌犯他的前男友 他曾經在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因為也是製作回草 然後現在就是被查 警方查過之後再接押走 所以那個軟性嫌犯他有學到一些技術 所以他自立滿酷這樣子 這邊的一千元他都是我突起的觸感 這是正常嗎 對啊 假的你看沒有是很光滑 金空也賺個機會 好有民眾 要花錢進錢 要先檢查一下 拿到一千塊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多錢 記者代言委 本年昌報道